猴志強驚人與樂, 什麼都罵得出 這位亨生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撐波叔撐到出面 或只要賠償合理, 祠堂都賣得, 就算被網民封為新界最後一個太監都無所謂 猴志強是新界五大族猴志族人, 身為長子的他, 12 歲就出來打工做船廠學徒 20歲月人流浪, 去過荷蘭, 英國, 美國等地 還在芝加哥開當地第一間華人露天餐館, 賺到第一桶金 之後回香港做水產生意起監 最高賺過百萬一個月, 後來混合地產生意 有傳他肚得很多村長寬心, 和發叔劉王發 還有柏芝老爸胡蘇勇都很熟 又身兼維州政協委員, 和內地官員都關係密切 近年他轉戰政治, 07 年當選上水區鄉委會主席 以當然議員進深北區區議會, 罵人救了霸氣 你說上網, 找千千萬萬人來 我猴志強覺得, 臭死, 一萬幾隻是什麼 祖國十三億人口, 都未叫人多 其實猴志強都捲入不少政治風邦 就去年特首選戰黑金醜聞, 爆出的江湖飯局 當時他和另一名選委梁福元, 都分別主動去廉署報料 最後廉署已沒有任何人觸犯任何法例 close file 不過數到最出名的, 都是他前年出庭鼎政簡Sir 在上水鄉委會執委選舉期間賄選 正所謂, 族大有乞衣, 族大有膚脂 我覺得他是被家人所害 受那些領有所逃的人, 去疏敗, 做出這麼蠢的事 可能年紀大 他說適夜視簡Sir為大佬, 但簡Sir要和他爭上水鄉委會主席的位 就派人跟蹤簡Sir, 拍下他賄選罪證給廉署 到簡Sir聚成於坐今十四個星期 他就說會找獄中朋友看著, 兼想去探監王 但簡Sir就不領情, 說厚子強只是為資理的人 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預約堂解便通, 暢快便便當然開心了 萬寧讀完